那么中共解放军呢 在周一清晨的时候 是突袭的发动了联合历届 2024B的环台军业 虽然只有13个小时就收兵了 只不过现在呢 外界各界也非常的担忧 中共会不会在这样 没有借口的 直接来发动突袭的一个军业 那么对此呢 国防部长顾立雄 今天来到立法院备巡时 也做出回应 一起来关心 中国对台进行演习 常常毫无这个正当性的 来进行这样子的 相关的演习的活动 所以我们一向料理从宽 不会排除他在任何时机 任何时间点 都会找任何的借口 来从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演习的活动 这个也显示出他的一个 霸道的一个本质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对于他这一次的演习 国际社会一片的踏乏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总统在国庆的演说 已经相当的克制了 那相对的他还是进行这样子的 一个演习的活动 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好 跟听到顾立雄是强调说 不排除中共都会有任何借口 出席的来发动军业 因此国防部也会 透过其坚持的各种手段 持续的来掌握 持续密切掌握状况 但是另外最近更流传了 其实在学校的部分 也开始在调查许多亲眼的扶行议院 那么对此也被各界担忧 是不是真的要打仗了 那对此顾立雄也做出回应 再来关心 目的应该就是说 在台湾一旦面临重大灾害 或者是任何警惕状况的时候 这些学生都能够自救护救 这才是这一个本意 那至于这个相关的同意书 我认为可以值得研议来检讨 就废除 不需要再有这样相关的 这样的同意书的这种签订 好 跟听到顾立雄强调说 针对这个亲眼的父亲医院调查呢 绝对是没有让亲眼呢 来执行任何的这个军事的一个勤务 只是呢面临重大灾害呢 有一些自救的一个防卫能力 然后面对呢 中共文攻武嚇不断呢 其实国防部呢 也都是完全密切掌握 绝对会确保国家安全